2015年全台第一位黑尾鱼创下历史新纪录 重达366公斤 鱼工们卯足全力钓起这只超大黑尾鱼 屏东县长潘蒙安亲自登上满大风12号迎接 现场涌入大批民众争相目睹首尾的风采 众家媒体更是蜂涌而上 因为这是从2001年黑尾鱼文化观光季以来的最大一只 对于公民团体关切海洋生态及黑尾鱼是否会数量减少 潘县长强调捕获方式并非围网捕撈 现兵仪式代表着 欢迎这只来到台湾屏东的 第一位黑鱼鱼 同时由县长担任拍卖官 现场竞标声不断 这两位男士像是势在必得 互相较劲 拉拉队也热情助阵 最后由一公斤一千元的起价 飙升到四千六百元 得飙总价为一百六十八万 象征着一路发的好彩头 而紧邻港口历史悠久的华侨市场 也是美逢黑鱼鱼记的韬客首选 不但有地理之变而且还代客料理 事实上鲑鱼的相关附加产品早就享誉海内外多年 像是Apple婆婆的鱼松和海味系列 甚至还有欧洲的客户来下订单 国外的客人会来选择我们这个松品系列 带回去当伴手礼 这个都已经有外销到欧美 日本 加拿大 另外东港在地老字号的高饼店 也有国内外游客最爱的伴手礼 那我们因为用在地的食材下去做啊 所以我们也用樱花虾下去做的樱花虾饼 还有鮪鱼做的鮪饼 继2015年屏东首创国际采道艺术节后 欢迎大家清零这场文化盛宴 体验海味的屏东 请不吝点赞订阅